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从前不一样 漫游修行之前 常做悟梦 这个我自己有经验 我在学佛之前悟梦很多 常常在梦中惊喜 学佛之后 在头十年 还有悟梦 十年之后 悟梦没有了 这个都是好的预兆 都是好的感应 和梦吐黑屋 梦中吐出黑色的东西 黑是脏的东西 这是举例 和梦往生现现 我是因为常常讲经 所以梦过不少次 佛菩萨讲经 我参加这个讲经的发会 提西接引 佛菩萨在梦中 跟你说法了 帮助你 教导你 这是一类 下面又一类呢 佛梦飞不太虚 这个梦好 做梦的时候飞起来了 在空中飞行 在腾云驾雾 佛梦 床翻宝盖 梦到天宫 梦到佛国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圣死 种种圣死 殊胜之死 这些预兆 皆过消罪灭之下 才会有这个现象 我们的罪业 纵然没有完全消除 消除的一部分了 这些现象 那么这些好的现象 现情 千万要记住 然不得至此自高 化而不尽 最怕就是这个 所以 种种瑞相 现情 对于一个真正用功的人 渐如不尽 不必跟别人说 不必寻要自己的成就 那就完全错了 应当要记住 佛在经上讲的话 凡所有相 见识续望 不放在心上 自己 依旧要一心 再会 依旧要 昼夜 无间 我们的功夫 才会进步 如果 有这些 境界现前了 自己以为 了不得了 自己以为 比别人高了 你 供高 我们的心 生起来了 不但不能提升 你立刻往下堕落 这是错误 这是严重的错误 化而不尽 化而是 终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化个角 不再往前进 这就 可惜了 所以 这些 殊胜的 境界 现前 若无其事 纵然 觉得自己 智慧开了 还当作 未开下 这个好 我们才能够进步 化 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